读解全球碳年鉴 那里面有非常多就是 图像就是 对我来讲就是字大大的 然后图很多 然后我可以边看边 问自己一些问题 然后多学习 比如说 碳的计算是怎么样子计算啊 以及就是说 现在绿冷的部分 然后全球不同国家 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 是非常非常非常 扎扎实实的一本书 我也可以建议说大家对于 环保创新 然后跟环保跟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 然后跟 地球的这个 天气的气候变迁 会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那这本书是 非常好的一本就是让你好好可以了解 这整个 状况跟程序 然后大家 各种不同解读的角度是怎么样 讲一句不好听的话 目前看到现在 总觉得说好像这个议题 有点像是一个假议题 感觉很像是 某一个很很厉害的单位 在背后是一只巨手 然后在操控的整个全球全世界这样的角度 就很像是要喊 喊口号 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如果 台团 为了自己旗下的巨头公司或是几百家公司 那他想要转动这件事情的话 他就是要 让政府能够去设定一些法规跟法案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是一个公司 然后我跟银行有借贷 然后我跟我的客户 也有营运上的这种 商业交流关系 可是呢 碳的议题 环保的议题 绿人的议题 都 放进来之后呢 会变成什么样 变成说 我的客户会问我说 Micky 你的公司 你们在 每年在减碳的过程 是怎么样啊 那你们有 帮你们员工做这个部分的教育训练吗 然后你们发出去的工厂 他们都有做这上面的一个 调整吗 那如果不行的话 不好意思 我们就再不能跟你合作 那是不是逼一个公司 像我这样的公司就是 要去找 更多的这种服务厂商 然后 可能更贵的服务 这样等等 好 那如果跟 银行的部分的话 银行就是说 你这边好像并没有特别的 环保或ESG 所以 不好意思喔 我之前可以跟你借贷 可是因为现在有新的法规 那我们 我们现在借贷的钱 我们要看你 你这个公司 在减碳的这条路上的努力会是什么 你是侦探还是你是有帮助减碳 还是你有绿能 那如果没有的话不好意思喔 之前跟你借 借你1000万 不好意思喔 你现在可能只能借500万 所以 我觉得因为有 有财团 然后有 政府 然后有法规 然后有 有很多 为了 这个新的生态系 帮助很多莫名其妙的那种大神啊 课程啊 执照啊 认证啊 他真正能够带来改变并不是很及时的 可是因为这法规的部分 很多公司被逼得要 贴合 这件事情 就一同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蛮有趣的角度 所以要喊出漂亮的 减碳数字 一开始先 高碳 然后再剪 问要是啊 这个就是 假秘体吗 就是说 这东西到底是谁设定 假设是官员的话 官员 他们一概什么都不懂嘛 他们就只会 看一个一叠的报告 然后 盖一个 他们市政府章 然后 假装说自己有看过这 这一叠东西 是一个 一个团队 然后是个 专家的团队 然后花了很多 时间去研究 然后把这东西 写出来 去建议政府说 我们要这样做 可是他们可能 没有时间消化 因为在 在他的桌上 等待他们看的 可能是几百份 大量的那种 各种议题 那当你有这么多议题 然后 你要去 好好地去做执行的时候 其实难免 就会有很多舒适嘛 那特别是在一个 这个有点像是 灰色地带 然后想办法 再调整 有大量的灰色地带 这样角度来讲话 就是获利者 基地的 得利者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去膨胀 他们的 利润的结构 那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只能跟着这个法则 跟着这个游戏规则 来去 来去跑 Anyway 所以 我觉得这个礼拜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学习到更多有关 探这件事情 所以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